大家好,欢迎来到三哥说漫话 上期说到彭子被牙子推进泳池 彭子难过的哭了起来 隔天,芝家只说他帮牙子报名了美少女偶像选拔赛 恳求牙子一起去参加 接着牙子看到彭子就冷漠的离开了 而一旁穿着忍者装的英吉都看在眼里 回到教室,彭子被牙子他们恶作剧 坐上了有冰淇淋的椅子 冬月向班导英吉报告此事 接下来轮到英吉进教室 彭子面向反方向 而且还一直被同学们扔垃圾 说是垃圾桶 英吉提议完宝特瓶火箭游戏 牙子与跟班们听说不上课了 便要求离开教室 还叫彭子不要跟来 英吉让彭子打空气 同学们都抱怨不要分配工作给笨笨彭子比较好 他每次都会搞砸 才说完,火箭被彭子冲气到爆开 里面的水喷到到处都是 放学后,彭子一个人在公园玩家家酒游戏 吓了小朋友都跑开了 彭子回忆起小时候跌倒 牙子友好的愿意扶他 突然英吉出现,也加入加加酒游戏 还本色出演问题儿子 彭子很开心一起玩了起来 英吉问彭子有什么梦想或者想要的东西吗 彭子想了想,那就行动电话吧 主要是希望有能够谈天说地的朋友 接着他们去彭子家的中华料理店吃饭 彭子爸爸友善地招待英吉 同时也抱怨彭子总是慢吞吞的 他们来到彭子的房间聊天 彭子远一间都透露出没自信 也表示了对牙子的崇拜 英吉说,其实彭子也有很多东西是牙子没有的 他让彭子相信自己 隔天,男生都目不转睛 女生都露出厌恶的表情 原来是英吉前天交代彭子穿上兔女郎装等他 接着来了一个男人递上名片 他是涉及录影带的人,是英吉介绍的 另一边,牙子通过第一关偶像选拔 马上迎来第二关 不知为何村井他们也出现在这里 而此时的彭子在车子里化妆 也被要求换衣 他们认为青春的脸蛋加上巨乳 这种女孩最受老头子欢迎了 看着身边各种琴色工具和卡带 彭子整个忐忑不安 不过或许这样的自己就适合在这种世界生存吧 同学们都聚集在赛场 因为英吉通知今天是校外教学 让他们见识偶像诞生的瞬间 那时化妆师和司机也走来 他们是英吉的朋友 带着改造后的彭子出现 原来英吉是要彭子参加比赛 选拔马上开始 英吉他们在观众习观看 春景担忧地询问彭子怎么有能力当明星 后台发生麻烦事 少了18号 原来是彭子迷路了散散来迟 他想与牙子聊天 不料牙子表示已经和他绝交了 选手们在台上自我介绍 牙子也表现得洛洛大方 还说希望能够做帮助别人的工作 听得同班男同学都汗言了 轮到彭子时 跨着滑稽的步伐上场 由于第一关是泳装 彭子急忙脱掉运动服 这透露其他的举动 吸引了很多闪光灯 接下来是才艺表演 彭子唱起儿歌 选手们都觉得他是笨蛋 接着是30分钟的休息和被研习台词时间 在休息室 彭子主动表示支持牙子 却反被他破口大骂 然后彭子自己一个人努力背台词 但是怎样都背不起 刚好阴急路过 劝想要放弃的彭子 只要保持平常就可以了 接着比赛继续 13号的牙子一出场就被大力欢呼 仿佛已经是明星了 而且演技也很精湛 台上的牙子表现得乖巧懂事 不过下台后觉得台词无聊透顶 最后一位选手彭子上台 没想到一出场就跌倒 正式开始后 彭子紧张得无法思考 还跌坐在地上 应急从观众席丢给彭子村井的行动电话 也贴心地写上运作方式 彭子跟着指示 拨通了牙子家的电话 听到牙子的留言 彭子默默地说出台词 内容大意是对方总是那么闪闪发光 而自己最喜欢追逐着这个背影 请对方放心 自己会好好的生活 最后希望对方永远保持笑容 彭子深情的表演 迎来观众的热烈掌声 并且得到了特别奖 甚至比起内定的优秀奖得主更有人气 而应急已经卖起彭子周边产品了 来到牙子这边 感慨地听着彭子的留言 那么彭子事件也圆满结束 又是新的一天 冬月急匆匆地奔跑 对于有人在偷拍自己也浑然不知 最后还跌倒了 应急急时骑着重计站上冬月 在最后一秒赶到学校 同学们看到这一幕 也觉得他们蛮素配的 听到这些的某一位老师 气得捏断粉笔 理事长与冬月聊天 问他们进展如何 冬月急蛮尴尬地否认 不过理事长主要是要提醒他 学校很多口无遮攏的人 心不在焉的冬月 撞到教数学的乐死合园 两位老师互相鼓励了一番 合园挂着令人毛骨悚然的表情 看来冬月是有麻烦了 办公室里几位老师 讨论着冬月和应急的八卦 合园高智商地解决此事 实际上他不允许 有人破坏冬月的形象 突然应急被插座半岛 也害合园的电脑 失去电源而关机 看应急一副吊锒铛的样子 合园表示 最讨厌从五流大学毕业 还厚颜无耻的人 放学后合园当家教 还在为东大毕业的 他要与应急攻势而愤愤不平 不过想到回家后有好东西看 就放宽心了 合园家里贴满了冬月的照片 包括天花板 而望远近 更是可以看到冬月的房间 甚至还可以窃听声音 合园变态地享受着 冬月与闺蜜的谈话 不料最后听到应急的来电 气得他目露凶光 隔天 冬月在电车上遇上合园 才知道他们住同一区 冬月聊起了需要一台电脑 合园说可以给他和教他 让冬月今晚上来他家玩 放学后 合园把照片遮蔽完 同时因为兴奋 导致肾上腺素急速串流 他计划着让冬月拉下绳子 让自己长期注视对方的事情曝光 希望冬月明白自己的心意 当然他知道事情也有可能是反效果 想到这里门铃响起 没想到门外站着应急 原来冬月有事不能来 拜托应急来拿电脑 应急看到绳子 超级好奇想拉 合园狗急跳墙 拿起灯柱狂哨 最后还自己抱头 撞坏了新买的电脑而血流入住 还大声呼喝应急离开 应急也只好连忙离开 合园通电给家教学生的母亲泰田 希望透过她的势力范围 揭发应急不良行为 隔天合园送家教学生秀美上学 秀美抚摸着合园说老师是她的 到了学校 合园对冬月解释是跌楼梯而受的伤 冬月自告奋勇为合园煮晚餐 也当做是电脑的谢礼 合园已经兴奋得各种幻想 而此时泰田身为会长 带着一般预防母子教育受害协会的团员 抵达学校了 向训导主任要求视察行为不良的英吉 打开三连四班的门 英吉正穿着大象装 大象鼻子还喷水淋湿了泰田 直接把她给气晕了 冬月赶到辉课室 泰田他们气冲冲地离开 内三田也对英吉破口大骂 他们是很有势力的妇女团体 丈夫还是东京都议员 内三田和英吉的想法完全不同 内三田认为 中学这六年必须好好读书 因为对学生未来是否可以进好大学 大公司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而英吉表示 她中学时期可是24小时都在玩 她认为找到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才是一辈子的保障 内三田气得站不稳 鼻子又撞上英吉的膝盖而受伤 创方争吵起来 英吉摇晃内三田导致对方晕倒 事后英吉整个第七压 觉得自己不适合当老师 就连冬月鼓励也没用 另一边 何元与泰田在策划如何搞垮英吉 秋美补习时抢何元的电话厅 是冬月打来通知何元不能去她家做饭了 秋美整个变脸 让何元舔她的脚趾为惩罚 秋美也早就知道何元只是想利用她父母的地位 才听她的话 这是什么变态关系啊 英吉整个醉得不省人士 龙二对冬月说羡慕英吉的学生 毕竟他们以前上课都很无聊 老师一般都看不起坏学生 当时他就心想 老师是有多伟大到能够瞧不起他们 不过英吉真的很了不起 龙二总会期待他会做出什么事 冬月也非常认同 他每天去学校都很开心 隔天内山田通知英吉 太田会长保留结果英吉一事 不过附带条件是 英吉必须接受冬学考 就是学生每年要考三次的模拟考 如果成绩达到全国第一的话 就可以留任 冬月看起来很担忧的样子 倒是英吉自信满满 怎么说也只是国中考试 但是帅不过三秒 英吉五个科目加起来只有49分 上次全国第一的成绩是492分啊 放学后秀美找上英吉 表示可以帮英吉跟妈妈沟通 让事情一笔勾销 而条件是当秀美的宠物 舔她的脚趾 英吉听后认为需要给这丫头一点教训 便抓起来打她的屁股 让她以后不准那么没礼貌 晚上 秀美让和田好好舔 接着踢她一脚 她对白天的事还耿耿于怀 下定决心 一定要英吉当她的宠物 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记得留守我的频道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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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